安德醉, 我覺得你改錯名字 師父, 最近拿鑊鑽很難混 跟蘇師傅去拿鑼匡 我的長同事, 請你兩句 你不安好心, 毫無道德 唯老不尊, 安德醉 我叫你教一下小子 師父, 你是不是煮東西多 加鹽加醋, 吃飯多做? 你現在這樣經常說人是非 不如星期日去做學事學卑吧 說什麼? 你說什麼? 老婆, 你在做什麼? 吃花生 不用吃 不過話說回來, 他們這種吵鬧 我們要勸勸他們嗎? 再這樣, 我怕會嫁給小朋友 不可以了, 高層勸過了 若然也不會加你和我下來 我和你在這裡就不會嫁壞小孩 但他們越來越厲害就變本加厲 所以公司又決定再加重量級人馬 這位就是譚詠英姐姐 你好… 你們兩個加上百歲的 在街上這樣吵鬧 給個好榜樣年輕人 鮮鳥姐賤, 她面無可真 其實開火怎麼會在街上開的呢? 去餐廳開吧, 來 好 去餐廳開火 好, 去餐廳開火 去餐廳開火 有客人來這裡開火 近日有一種極邪惡的食物 漫年到佐敦 貢嵌大大小小的餐廳食肆 沒錯, 它就是芝士 這款是融芯芝士雞蛋仔 快點沒人吃一個 它裡面最特別的地方 其他很多時候會放一塊芝士在上面 突然融得來不均勻 但是現在每一粒的雞蛋仔裡面 都有一粒芝士 所以死神了, 應該很滿足 我對於芝士… 又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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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太貴了 沒錯, 但我覺得芝士味很豐富 所以喜歡芝士的人非常開心 芝士味有點鹹 但表面脆的甜甜 我覺得喜中和得很適合 我們在吃的這粒是花生醬, 連奶 絕對不及提高芝士的腸味 因為很淡 而且芝士也很快, 很香 我這個太厲害了 你的綠炒 抹茶紅豆, 日本風 紅豆不會軟滑 是 我這個很驚喜 因為它是咖啡朱古力 最初吃下去只有咖啡味 但原來中間的朱古力 有一點流心 真的不是 很甜 所以整個食物真的很好吃 你們繼續去找吧 好 我聽到, 它滾得好一點 師傅, 你們走步了 我和張美妮又找到一間 非常邪惡的小食店 芝士, 我們來吧 八王, 這些即叫即炸的 快點趁熱吃 夠邪惡嗎? 嘗嘗 它比平時的鮪魚丸多了麥汁 所以鮮味很濃 難道這個沒什麼事先試試吧 我嘗嘗 這個比剛才那種, 麥魚味沒那麼重 但變相它的醬味濃很多 很香這個芝士味, 對嗎? 有一點蜜糖香 留意一下, 這一粒看上去 你別以為是魚丸的魚膩 整粒是麥魚 吃什麼? 沙律劉心軟 很邪惡的, 你看 撕出來, 為你吃得很噁心 我怕它彈到我的衣服 我覺得它很彈牙 而且沙律醬汁甜甜的, 很香 這裡很好, 買魚蛋也好 它已經有很多自家製的醬汁 有很多種, 我要沙律醬汁 混合芝士蜜糖 對, 很混帳 因為沙律醬味很濃, 很香 其實香了一點芝士味 我嘗嘗其他味道 是 我跟你說, 其實一種醬 古時候一種醬, 什麼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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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朝時, 有三家人做了一種醬 他們三家分別是姓吹、姓李、姓吹 整個醬是吹李和醬 什麼比方? 失傳了 所以在後世中, 奈利吳賀就叫做 吹李不醬 這麼多盤芝士的燒蜜 你吃在這裡 問你們怕不怕, 夠不夠邪惡 很害怕 我知道是芝士, 我怎麼會害怕 第一道, 白燒你覺得是芝士麻辣 就是這個, 比較辣嗎? 來… 辣椒蜜 吃一點吧 吃一點 看看芝士又怎樣 嘗嘗味道 最重要是給面子, 先嘗嘗味道 很辣, 但辣得真的很香 不過以我覺得可以再多一點芝士 這麼厲害? 對, 再多一點芝士 就可以做到辣味又淡一點 因為芝士味又濃一點 來, 來吧 好, 第二盤 秘燒這個是芝士辣蝦 新鮮 不要浪費, 掉了一塊海膽 很多膏 先看看 海膽和龍蝦肉的匹配 我覺得很合適 而且它令你… 因為龍蝦肉比較粗 加上海膽, 令它覺得有一點汁 這隻龍蝦, 吃了肉腩肉 當然要老 我很喜歡 別浪費了師傅的心思 這個 沒錯 最漂亮的 這是師傅 這是廚房的師傅 這個裡面… 石火的東西就適合我 你可以做到它裡面 從法國內部鼓流肉汁 就包了石子的效果 很鮮味, 所以很鮮 這個龍蝦的鮮味在這裡 接著到我們下一道 特龍芝士五花腩肉 車打和水牛芝士 五花腩, 這邊都見了 一轉到這邊, 芝士都齊了 而且這兩個芝士加上五花腩 滲出來的油香 就做成一個原味的 原味 我完全不覺得它有芝士 因為我只是聞到很香 即使沒有芝士搶光 這是五花腩, 但有芝士的香味 好, 來吧 看聲, 它的味道濃縮 然後我們就是四重… 四重芝士 四重芝士, 黑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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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重芝士 蕉蛋, 水牛, 蝦馬臣, 和火 各芝士, 有黑豉有莫菇 用鹹蛋糯的表面 雖然說是四重芝士 你以為芝士會蓋起來 但菇味一樣在這裡 這樣就厲害了 很厲害, 這是什麼菇? 蘑菇菇 蘑菇菇 這是咖啡菇, 來自韓國的 師傅, 你說出來是韓國的 我先吃這個 燒花膠, 很好吃 女士經常喝花膠湯 對 吃燒花膠也不錯 淡這些, 你不用吃了 你的皮膚這麼好, 是嗎? 好, 我… 別猜你這句 我自私給自己, 淡 挺彈牙 很美味 如果是烏的, 汁很重 燒了之後, 汁收起來 但是它的口感和味道沒有走 好, 你有好介紹 其實我也有好介紹 什麼? 叫美妮和大王, 我們一起去 菇菇, 怎麼了? 是不是又是芝士來的? 是呀 好嗎?那你們去吧 我去做健身 我跟她不太好朋友 我先吃一串牛奶 玩不給面子 我看她比起 要來吃醬 吃到心理 什麼事 那麼, 也鹹 挺不小心 讓你吃醬 我真的有沒在 心理 有沒有 來吃醬 我先不太喜歡 她是 露餅 你 你 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点自我爱的生辣排骨蟹 但炎田香香又脆了, iT sim 嘗嘗, 很特别 師傅, 我有吃過多次韩国炸雞 真的韩国流行炸雞非常厲害 杜杜和自我爱的酱汁 鼻製的酥皮 有多鼻 便鼻也便鼻不出來了 是嗎? 師傅, 吃完這幾頓飯之後 我完全體會得到 原來芝士的邪惡程度是機禁驚人 我相信沒有食物可以撐住 大王, 在這裡左東 你別以為只有芝士那麼邪惡 其實這裡有很多美食 跟芝士的邪惡度簡直是不相伯眾 信你一成, 雙目失明 問問街坊 什麼你又想吃, 但又怕熱氣 又覺得…但還是要吃的 快點, 快點 很棒… 沒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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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所謂 燒東西吃 燒東西吃 什麼… 燒東西吃 你…你… 不… 來到這裡 左東區, 你們求… 這個一定要吃 為什麼選定吃燒賣, 你說我呢 我喜歡吃, 但你知道 有時候不太健康 我在街邊吃, 很尷尬的 你也吃嗎? 邪惡… 結果有了 左東區最邪惡的食品就是 甜品、火鍋和燒物 現在你知道自己多無知 是 你一招得志, 語無倫志 你自己計算了一個自我圖像 失陪我去查根究底 對… 為了驗證這幾杯美食有多邪惡 我們特地找來 曾經在佐敦開過時裝店 對周邊美食療餘指掌的Yoyo 陳致遙, 試吃備分 好, 看見 Yoyo, 街坊說燒物是 佐敦這區最邪惡美食排行榜 頭三位, 你說是嗎? 我也覺得是 因為佐敦有很多餐廳 都是以燒物做主打的 燒東西吃而已 睡後由自己決定 有什麼邪惡不邪惡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最邪惡的食物? 就是你明知道它很胖 但你還要一口一口一口放在嘴裡 我愛乳痛的邊緣, 我喜歡 菜抽醬一點, 飯 一點也不抽醬, 跟我來 大王美妮, 我這次帶來 你這家日式燒肉店 他們食物的種類雖然不多 但每樣東西都很蒸 我最主要吃這裡的牛肉 牛肉燒得太生肉不行 燒得太熟就浪費了它 你認識嗎? 你認識嗎?這裡有專人教你 像你這麼懶不想動手 有人幫你燒起來 老闆在這裡, 林先生 你好… 林先生 老闆, 坐下… 很冷的, 放下, 放下 你先衝一下幫我們燒 可以… 好, 我想問一下 這裡有這麼多款牛肉 其實應該先燒哪一種東西呢? 我們在這裡燒了美國的牛肉 先到日本的和牛 幹嘛要這樣燒? 因為和牛的口感太美 除了你吃了, 就回不了頭 可以炒一炒 不過主要的目的是封了外圍 目的就是燒得外圍, 脆口 裡面有汁 有血水出來的, 我們就翻 平時外面很多 經常說十秒、幾多秒 我們翻翻它 其實肉會告訴你 但是我告訴你 吃這些燒的牛肉… 醬油, 叉燒汁嗎? 原汁原味, 什麼醬都不要蘸 鹽, 軟熟, 淋滑, 外脆內軟 又不會有血水腥味 真的燒得不錯 剛剛吃這個更好 因為真的做到表面有點脆 對… 到這個了嗎? 對… 或者比較你們喜歡哪種感覺 這個相對有一點韌度 這個韌度嚼口, 這樣一片片 不如我們先嘗嘗飛駝牛, 好嗎? 好, 我最喜歡的了 飛駝牛, 沒聽到 沒有味的飛駝牛, 有沒有? 沒有味的飛駝, 只是你而已 飛駝是祈浮縣高山市古時的名字 那裡空氣好, 水質也好 所以在那裡 致養超過十四個月以上的牛 經過嚴格的規格要求之後 就可以獲得三、四、五級的標準牛 這隻A幾? 這是A5 但是飛駝牛吃下去的口感 感覺就沒那麼肥 流不流 讓我嘗嘗 我很喜歡 你很喜歡?為什麼? 浪花 吃下去不用咀嚼 再試一口, 燒香一點, 好嗎? 我覺得燒香一點 可能咬下去的趙頭更加好 這個牛腿跟我們… 其實既然牛腿有一點也不好 這個比較厚 吃習慣你老公那種 你老公切牛腿, 切得很薄 我切, 我看KK做 如果跟牛腿有美和牛腿 那種軟滑 這個真的可以用鬆滑來吃 這個口感就是好的 很有咀嚼口的感覺 但真的沒有那麼重的牛味 還有什麼驚喜? 哄我們也好 吃了這麼多肉 不如我們先轉一下吃海鮮吧 我們有隻特大面電腐蝦 大王是不是很驚訝呢? 這麼大的蝦, 見過了沒有? 我除了吃龍蝦比它大 這些彎公蝦, 這隻真的算是最大 很棒的, 很棒的 你看看, 全都出現了 告訴各位觀眾 這裡真的完全是剛才超熟 熱、辣、辣不僅, 還全都出現了 很炸彎 對, 虎蝦的特性是爽彈的 怎麼蝦我吃不得了? 蝦殼很高概, 而且蓋子 人完全要急修 對 這樣嗎?大王 大王, 有好東西一定會留給你的 說說而已, 沒事實根據 你們倆又請我進來吃甜品 在拍什麼盤災? 大王, 這個就是甜品 吃甜品 鬼吃泥, 我還沒死 上面這些泥是用朱古力、杏仁 和爆炸糖做的, 可以吃的 這是盤災型的Tiramisu 這是我最喜歡的咖啡酒口味 你的就是白朱古力味 你們說吧 做完了? 是塑膠, 怎麼做白朱古力? 很棒 為什麼做薄荷葉呢? 這是薄荷葉 我這個綠茶味很有口感 但是爆炸糖的東西很有趣 你咬下去就… 而且麥克風也很滑 很滑 你們倆也算是這樣的 一天叫我吃塑膠 一天叫我吃泥, 一天叫我吃草 我吃多少都吃不到爆炸糖 算了…吃完這堆泥還有什麼好吃 來了 很棒 有多棒 這個就是紅白生態宴 那個呢? 這個就是巨峰娛樂漂泉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 上面就是巨峰提子 製成的乳酪雪糕 很白白, 打到風味 這個味道… 好像見鬼一樣 這個呢, 底部還有一些 撕掉皮的巨峰提子 吃了雷炭 有提子 它的味道 你覺得真的吃到 巨峰提子汁的那種酸酸甜甜的感覺 這個有什麼效果? 剛才說過的 紅白生態宴 我看不得了 我看不得了 全都流出來了 這個到底出現了? 完全是熱和凍膠蓉那種感覺 冰火兩重 什麼? 這個會貼在水裡的 還有什麼事? 有東西玩… 玩了 玩了 吃一條荔枝變味粉 你想調尼串串的嗎? 炸下去… 衝好一點 好, 接著就含了 那又怎麼樣? 試檸檬… 檸檬酸一點 檸檬很甜 就是因為這個變味粉 其實這個變味粉 是一種由非洲食物提煉出來的蛋白質 吃完這個粉之後 就吃所有酸的食物都會變甜了 是不是很神奇呢? 適合你, 大王, 你經常吃檸檬 佐敦區的火鍋店開到整行城市 不同種類應有盡有 打火鍋物物食當然是邪惡 為了減低罪咎感 我們決定去一間用粥水來打火鍋的火鍋店 希望適合Yoyo吧 大王, 你們 你又說帶我去沒那麼邪惡的地方騙我 我也想不到 這裡竟然是邪惡的核心點之一 如果這種叫邪惡的話 我寧願天天活在邪惡之中 很多火鍋 大王, 怎麼吃? 我們平時打火鍋都是用湯帶 這次是竹湯帶, 什麼米? 東北米, 還有絲苗米 珍珠米 那怎麼辦?這麼多東西? 先加什麼, 這裡很好, 有指示的 先加蟹鮮, 好嗎? 因為要長時間, 十至三分鐘 很肥 很喜歡吃蟹 真的嗎? 對 抽筋皮, 蟹皮也好 還有呢? 加鮑魚, 因為要長一點 蝦皮要長一點 要長一點 兩分鐘… 因為竹水有米香 是 米香和海鮮有種米帶出來的海鮮香味 怎麼樣?甜味如何? 平時吃火鍋, 一定要蘸很多醬 這個不用, 只吃已經很鮮甜 但牙 這個蜆一樣鮮甜, 這麼大 吃一下, 真是熱鬧鬧了 真的很大, 蜆很甜 看什麼? 我看竹底好像封住味道一樣 大王, 你說得對的鮑魚 真的剛剛好 剛剛好, 可以再烤就熟了 但我也是… 鮑魚湯嗎? 打牙的, 但不會太實 蜆裡面還有海水味 很甜 鮮 鮮甜, 很鮮 你看竹已經開始變成金黃色了 很甜, 先吃Yoyo 沒錯, 蜆喜歡吃蟹 謝謝 牠喜歡吃蟹, 不得了 蟹癡 因為很多男生 我發覺都不太喜歡吃蟹 因為覺得很麻煩 而且不知道從何入手 應該說… 這樣是不是? 對…先把蟹拆掉 千萬不要這樣吃 要在旁邊吃, 這樣一塊… 很滑滑的 順道… 對, 因為蟹肉這樣一塊一塊 然後骨頭 對, 你就可以吃一條一條的蟹肉 很棒 你先吃 快點嘗嘗 現在吃了 肉很厚, 一口硬肉 而且蟹拆很香, 你覺得嗎? 而且你這個方法很好 真的有很多肉 竹水已經煮得這麼多海鮮 變成海鮮竹鍋 對 要令它更香, 這時候加芋頭 再加南瓜, 再加粟米 很久熬了 這個套餐還可以在二十六款裡 選擇五款的其他配料 我選了這五種 我覺得這樣吃得淡了一點 不過挺有黏質 有南瓜味嗎?我發覺 好了, 現在最重要的時刻 有什麼重要? 把粥蛋放進去 慢慢放 但甜得很厲害 很棒 這個竹水真的不能輸 鮮味 好像把自己擠進海裡 所以你說, 做到這裡 做到邪魔的食物 很邪魔的食物 希黎, 現在我們找划算推介 現在吃一碗麵, 又雞又海鮮 你就做了少奶奶, 吃飯不知賣貴 你以為我是你嗎? 我出名蒸蛋細算的 這裡的麵, 平均一碗三十多元 還要很大份量, 保證你吃飽 價錢不便宜 也要好吃嗎? 先吃雞 叫雞, 我吃? 對, 還要是醉雞 三十多元嗎? 對, 連碗麵, 挺大碟 你吃得到很軟滑, 一點也不固定 很軟滑, 而且酒香滲在雞裡 這個就可以了嗎? 對, 這個是醉蝦 醉蝦也可以, 醉雞也可以 同樣價錢, 沒錯 好, 這個算是肉很淡, 不會 但是我覺得酒香味好像雞的味道 嘗嘗這碗, 這碗不是三十多元吧 這碗要加錢的 連蒼魚, 整條蒼魚 還要有這麼多菜 有魚褲, 同樣又有蝦, 魚蛋 蜜魚丸 蜜魚丸 這個麵也很大膽 小朋友, 不要喝, 不要亂喝 新鮮魚 就算不是冰鮮, 也好, 也很實 還有什麼值得吃? 有鐵板雜扒麵, 老闆 鐵板雜扒麵 很驚訝 你的雞扒多大, 你想怎樣? 吃到底部的位置有點脆 是 像鐵板的位置 脆 所以質感跟這些湯麵不同 說得划算 有鐵板雜扒麵, 你說帶我去吃的餐廳 帶我來酒店來做哪一科? 雲吞麵一定貴, 不過吃鋪飛 但吃鋪飛, 我覺得這裡很划算 酒店主菜餐有多划算? 一個人走的只有一百五元, 不用 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 只有一百五十元, 你說是否划算? 那快點吧, 快點 你先去吧 電梯自己走的嘛 是熟豬, 不知道 這裡除了價錢大用化 食品也照顧到街坊之外 連我這種傳統的食客也照顧到 因為有他, 我最喜歡吃的是豬腳腳 吃自助餐當然要談策略 吃籌碗海鮮這些, 搞得住 這個師傅, 是正宗尼泊健師傅 師傅, 先做薄餅吃一下 好 很熱 我說這麼多, 先吃薄餅 我先吃海鮮頭盆 對 奪餅吃 這個很新鮮 真棒 因為剛剛做了, 脆溫溫溫溫溫溫溫 再加上咖哩汁 我猜不到, 看來有這麼新鮮 這麼大隻的吃口 豬腳薑, 你說過, 夠不夠火 看來這樣按豬腳就知道了 醋可以進入裡面的膠質 對, 不夠 雖然味道不太多, 但可以進入 裡面沒有白色 不進入的, 裡面是白色的 厲害, 果然是吃膠, 靠得住 豬腳薑, 我真的喜歡你 不夠有餘的, 我就喜歡你 只要對抗內縫 用膠質的чески脾氣 像是磨 enorme 這樣大家也不айте 是吧, 那就哥 我們今天早上吸引特兒 你在弦牙奧 了, 那就這樣 �에提群數字 我喜歡吃花甲, 就是這隻… 我知道了, 花甲自然 當然喜歡吃花甲 好吃 它不會讓花甲自然收到水 酒味還沒浸出來 浸泡了 這是什麼蠔 這是芝士焗蠔 這個蠔, 我想一塊一隻 這個又不是, 這個很划算 這個五十多元而已 三隻 三隻 很明顯是一隻 整隻蠔 我以為這個蠔衰 整隻蠔, 廣東蠔 味道很重 味道很濃 醬汁也有煙肉 我喜歡麵那種芝士 還有檸檬, 你忘了知道 有味道 原來有整個芥末 你說喜歡的可以帶出鹹味 快點試試看 它像雪糕, 我不用這個 有沒有雪糕? 沒有雪糕就沒有了, 雪糕好嗎? 一定 是 大王, 你想不想帶你拿去吃個波羅雪糕 牠很濕, 要扯開 是嗎? 你全都煮了 對… 你真是知道, 你知道我 不要前面拿去 波羅雪糕 而且雪糕也是用原材料打成的 所以感覺出來完全是吃菠蘿 我這個有香椰子味, 很香 難道這個很掛嗎? 但我想說我覺得偏甜了, 你嘗嘗 我比較喜歡沒那麼甜的…甜品 先排單多少錢 平均一個人也不用三口水 不是吧? 還在佐敦這一區 佐敦這麼旺的事故, 吃日本菜 也不用三口水一個人 真是值得推介 謝謝 這麼多朋友能搞得住 大王的進度不錯 師傅, 你平時說到自己 好像認識很多人, 現在怎麼樣? 我還在吃東西問價錢 不知是否值得 我只知道好吃是否好吃 說到值得, 交給我吧 怎樣? 底下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借齋打前, 燒烤的味道 就算是底辣 你真是忽然這麼沙塵 是呀 好, 我現在只有一元 在佐敦附近可以有什麼好東西吃 鮑魚、龍躉、辣尿蝦 都是一元 這麼厲害?我合肥… 兩位, 隨便開火 來, 先由這邊吃, 好嗎? 好… 先介紹 貓園 蒸得剛剛好 不韌 因為每日金花就容易咬開 入味… 而且最主要是果皮 這次不是和世用來撒在面 所以果皮味夠夠 現在先剪這些東西 一蚊一蚊 只要跟TV熟 有看過我們區區開火 是 誰來都一蚊 好, 沒得吃 第二道, 這個是龍躉 是 煎龍躉 龍躉, 看見它旁邊的膠質 真是很好吃 謝謝 不足 謝謝 謝謝 你看, 很好吃 其實我好像是龍躉的皮 對, 這個是鮮的 這個是蒸飯和腩皮, 都是龍躉 做得好, 魚肉真是… 謝謝 這些膠質真是夠 好, 媽媽, 這些很棒 這個有魚的腥味 不過我很喜歡這種腥味 對, 有腥味 蒸, 把蒸出來之後 你壓下去, 黏住 黏住了, 黏住了 黏住了, 黏住了, 黏住了 你看到有點功夫 我看到這些都是海鮮 沒錯, 這個是賴尿蝦 賴尿蝦肉 而且這個賴尿蝦是起肉的 你看看 而且我喜歡吃辣子雞的景觀 配合海鮮才好 因為尤其辣蝦比較清淡 但辣椒比較辣 很快去攪拌, 因為不是太久 兩邊都沒有搶蛋 有點惹味, 但不會辣 令人覺得不成功 除了一元的好東西之外 還有不止一元的好東西 兩元, 但也不是很多元 我發現這麼大塊的花膠 都是三百多元而已 花膠, 我最愛耍耍耍耍 行嗎?拍得住嗎? 也不拍 真的, 煮著你 吃到嘴巴, 別黏著 有彈牙, 又要一定甜到入味 吃下去, 一坨膠的就看不住了 這個呢, 味道還不錯 是, 汁還不錯, 真是汁還不錯 麥包, 阿譚 這盤, 我們這麼值得吃 糟了, 叔叔, 我們抖 好, 叫他爬壞一面吧 我那句, 我只是關心 有沒有好東西吃 真的 Cue 咪尾巴… ヨヨ 哈 有酒, 我叫你叫你吃 請吃吃吃看 我介紹這間店 有超過三十年歷史 你知道我最喜歡什麼嗎? 舊專一 專一? 選老公說要專一 現在吃東西最重要是好吃 你不知道, 譚明姐姐 她三十多年都買同樣食物 但也能保持水準 你覺得應該要嘗嘗嗎? 很少可的 吃東西不夠我們吃 譚明姐姐很大吃 跟你很熟悉嗎?就說我 不用擔心, 我怕你吃不完 對, 跟我來吧 好 在這裡 師傅, 我想要一個大發包, 小辣 然後要兩個小發包, 不辣 知道, 直吃 好 大的就敲擊你 敲擊你 對… 真的敲擊 對, 我跟你說的, 敲擊你 小的, 很熱的 捉了我十六寸, 怎麼搞的? 對, 我怕你吃不飽 我八寸就行了 怕不夠吃 你先吃中間, 先吃中間開始 很美味, 趁熱吃 好… 我說不開它, 這樣就咬下去吧 裡面我吃到有鹽豬酒 有越南炸肉, 還有豬腩肉 對 我覺得最好有酸酸甜甜的紅蘿蔔 本來不會膩, 但現在吃多就不膩了 很開胃, 是嗎? 對, 因為除了你剛才說的肉之外 裡面還有一種叫法式醬肉 就是用豬腩和豬肉水混合一起做 我最喜歡它有你說的醬肉 即是醬肉, 其實有很多種甜料 可以做的 它用豬, 又用豬蹄 比較配 第一口我已經吃到豬蹄 對 真的嗎? 竟然嘗嘗你先煮 師傅, 你沒煮吧 沒事吧 等他說要大辣 我還是放大巴給安德軍 不說真的以為去了台灣 看, 很多豬腩和豬肉食 這裡有10碗糧菜和30碗滷味給你 乾杯 真棒, 我不客氣了, 大哥 乾杯… 乾杯… 喜歡吃什麼 我喜歡吃牛筋腩和牛肚 這麼奇怪, 女生之家怎麼喜歡吃牛肚 很好吃 有多美味, 先嘗嘗, 說出味道 它不會太鹹, 味道很出色 我想說如果說有趙頭 這個真的有趙頭 真的嗎? 我嘗嘗這個… 有多趙頭 很韌韌, 但不會太韌 而是有點軟 而且它不是太鹹, 你說的 其實我覺得滷水最重要是入味 你這個魷魚很彈牙, 你嘗嘗 能彈到鮑魚嗎? 不同, 質感不同 越叫越香, 魷魚很有趣 你覺得這個魷魚吃起來有少許麻油味嗎 紅哥… 你這個魷魚裡面有什麼? 是不是有麻油? 我們有少許麻油 鮑魚也很好, 師傅 它做得很嚴韌, 但不會很實 丟不到 這是要講求時間掌握 真的時間掌握 而且放在這裡的時間 也不能太長 我們嘗嘗什麼味道 生年下來的 熟 你快點嘗嘗 因為我們女孩子不吃辣了 很爽, 聽到牠很爽口 很爽口 你們嘗嘗這個吧 鴨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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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舌, 味道不濃 不需要濃, 如果有太濃的味道 本身食物的味道會失真 對 其實我喜歡它不太鹹 老鼠蛋最難做, 因為要吃老鼠 老鼠蛋很隨便, 很多地方做到 老鼠蛋要老鼠進來, 不容易 陪我喜歡這裡, 可以每樣買一點 十多二十元就可以交易 可以掃街, 每樣都吃得不錯 對, 很開心 大王, 你買不買點? 可以嗎? 張太太? 是 謝謝大王 你幹什麼?大王 大王, 你真大膽嗎? 人妻也敢搞? 我只不過向古人致敬 古有月王勾錢, 臥薪嘗膽 我現在只不過餓下膽 什麼膽? 海膽, 吃東西吧 好… 你這麼喜歡餓下膽, 這裡有十款 海膽還沒吃, 慢慢嘗 先吃什麼? 扇貝先吃 扇貝… 現在用這個海膽來烤這個扇貝 海膽整片都是… 海膽的味道很濃郁 而且像你說的, 跟芝士的味道很配合 不會搶大家 味道很濃 芝士混合海膽, 不錯了, 是嗎? 對, 不是芝士醬 這些是他們自己混出來的一種獨特的醬汁 但是吃起來有點像沙律醬的味道 現在要再吃下一個了 這個青口不同, 像豬豬 青口最難找 因為要用鮮甜味炒出來 不會太小, 這是難做 而且主要是這個青口不是很腥 不過我覺得芝士味就搶了海膽 吃飯了, 是嗎? 對, 這個海膽炒飯 海膽炒飯 它整片海膽在表面, 厲害 你不要… 平日的海膽炒飯 可能只有小小, 要找它 這個真是一大坨 很貴貴 如果吃飯, 海膽味沒那麼大 要加上這個… 所以為什麼這麼大坨海膽就這麼大 沒錯 大家拌來吃 所以一定要在筆上那一大坨海膽 這個比較濃郁 這個羊很厲害 找這麼多海膽 海膽羊不太多, 試試試 這個海膽味很濃 菇味很濃, 海膽味很濃 大王, 你吃就懂 你知道這麼多海膽是哪裡來的嗎 愿民其長 就是這間店的老闆, 他是塔門人 所以你現在吃的所有海膽 都是由本地塔門來的 不過他們的當造期是一字六月 塔門做什麼好東西 這個就是塔門的紙貝天愧 喝就真是完美 難怪這麼美味 吃海膽, 乾杯 乾杯 大王, 聰明, 大大碌髮織三文治 小心, 耿襯 師傅, 何必這麼客氣 這盒老闆, 聰明 不用理他們 他們的語言是零食難明的 有什麼難明? 我聽到有點頭痛 有點頭痛 不用怕, 其實他們兩個散發窮 散發窮的 計我說你們倆簡直是散發gam 彈珮姐姐, 你說什麼? 我說你們倆最騙是火鍋 就可以散發燒 也沒得外賣, 也沒得打包 不用重置來重置了 火鍋很好, 沒有閒門 這個送給你 吃吧 火鍋最重要的是什麼? 來, 柔柔, 先說 湯底, 湯底決定一切 你的湯底不好, 你多新鮮也沒用 一說吃東西, 你們倆真的合拍了 吃火鍋最重要就是湯底 這家店最有名的鎮店之寶 就是辣汁、雜菌、花甲鍋 就是眼前的鍋子 我們快點吃幾點花甲, 因為不是很韌 澳洲的花甲很甜, 加湯底的味道很鮮 坦白說, 花甲清燥才能吃到香味 現在蓋過了, 又辣味又複雜了 不如嘗嘗蟹甜 很大隻 火鍋力是不是很強? 蟹甜… 一撕就彈了 很酸 甜蝦, 爽、甜、脆 不過呢 又夠大隻 脆? 脆 脆, 肉真是脆 有多脆 我覺得澳洲泥蟹用來煮沙啪沙啪 今天真是很好吃 好吃, 快點吃 牛扭粒是因為要比較大粒 放進去 我已經放了幾粒, 你算是嗎? 好, 放進去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吃中間的牛舌芯 這個牛舌雖然很薄, 但真的很爽口 而且我剛才想說, 它就算這麼薄 但我也覺得它很有牛味 有 你看嗎? 有, 放進去 這個吃起來…質感不同了 比較鮮硬, 很有嚼勁 所以它攪拌成一個桔圓 對 但這個還有牛味 而且中間的脂肪分布挺平均 所以咬下去的感覺挺好 好, 一人一匹黃金蝦 很大隻 對, 用手了, 很香… 很香的, 蛋黃味 蛋黃味, 很香… 蝦不是沒蛋味嗎? 本身的蝦自己也很甜, 吃到的 因為每隻蝦都用一隻鹹蛋黃 有些人怎麼看? 那太多了, 養殖你吃了蝦 你看, 很多膏 你也說了很多膏, 真是好吃 而且我也很喜歡吃蝦膏 是嗎? 所以頭很美味, 很香 有時候用鹹蛋黃煮的話 你覺得味道如何? 還是這樣做蝦比較好吃? 我覺得各有各 現在呢? 現在我覺得… 平常多數沒有鹹蛋黃 因為鹹蛋黃加起來 卡羅里高很多 但是偶一為之 一定要人家做, 當然是人家做 人家做? 人家做了… 現在自己做鹹蛋黃嗎? 人家製作給我吃, 又怎麼看? 這些不在你的地方, 你放鞭鞭 是, 倒是在那張風, poke 你和我醫生 你養演員 鼓勵 突然間, 隱私 上衛, 誰 你準備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